今天我们是要用那个电压力锅来试煮这个网红的番茄饭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准备那些食材 这个香菇呢我已经泡发好了大约30分钟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把香菇的水挤出来 然后就把这个香菇切成丁 这七彩的番茄饭的主角就是一粒番茄 然后还有半碗的这个玉米粒 然后这个已经切成丁的两粒土豆 食材的拿捏方面就按个人喜好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放多一点 不喜欢就可以放少一点 还有午餐肉人人都爱吃 那么这个午餐肉呢我选用的是这个 我最喜欢的这个韩国品牌 因为它的味道特别的好 还有就是半个胡萝卜也是切成丁 然后还有我们刚才已经把它切成丁的蘑菇 差不多四朵就够了 还有一些这个碗豆 食材就是这么的简单 然后是五颜六色的 倒入少许的油 我会先煎一煎这个午餐肉和那个蘑菇 让它更有香气 简单的把它翻炒 放入香菇 放入香菇 也是简单的 让它翻炒一番 然后加入少许的这个胡椒粉 去去味 我用这个凉米杯呢就凉了一杯半的米 因为我家里有三个人吃 那么基本上呢凉了米就要把它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呢就可以放进这个淘金城的这个清锅 然后我把洗好的米呢都倒进去 现在我会把所有的食材都一一放进去 我们先放这个胡萝卜 然后玉米粒 然后放这个午餐肉 香菇 土豆 然后最后就把这个碗都放进去了 番茄呢会放在那个中间的锡位 就跟它画一个石 这样等一下就容易剥皮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中央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美丽番茄饭的所有食材 是不是很缤纷呢 一杯半的米呢我会倒入大概两杯的这个水 加入一汤匙的酱油 然后要颜色比较漂亮 我会再加入差不多半汤匙的老抽 然后再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把电源启动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清锅放入这个电压锅 可是就是要确保外层啊跟底下啊都是干燥的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上锅 在正确的位置把它合上 现在面板显示待机的状态 那么我们就会选择这个按键香落饭 建议的时间是28分钟 我把它调制25分钟 那么这个电压锅就会自动启动跟烹煮了 现在是在保温的状态 然后气也完全放完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开盖 看看里面是什么的样子 开盖的时候就可以闻到那个香气啊 浦鼻 真的是在烹煮的时候呢 也可以也可以嗅到那个很香的香味哦 所以现在我们来搅拌一下这个饭粒 跟这些杂料 很漂亮哦 嗯 搅拌完毕好过后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的那个米饭一点都不粘锅 所以过后呢也是会很容易清洗的 这个香喷喷的番茄饭就已经好了 只需要35分钟的时间 嗯 味道特别的香也很美味哦 来试试 嗯 真好吃